已经幸运多了 对不对 对 哪怕我们名下 只有一个消费者 就比那些已经 那些还没有开始分享人幸运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懂得发现我们的幸运 一点一点的幸运 你去放大它 它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随之你的心情会改变 会吸引来很多更好的事情 在你身边 就这样出现 这也是一个吸引力 所以很多东西 都是在于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根本 我们就是根源 对吗 好 那今天呢 感谢大家 请听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新光大师洪晓琳 给我们带来非常感人的 好 吃了吗 吃了没有 吃了哈 我每次吃HimoHimo 我都觉得自己 哇 有一股力量冲上来了 我待会下去吃 OK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我们爱多美的 我的偶像 也是大家 我相信都是大家的偶像 董事长朴涵吉 我们的董事长朴涵吉 又松大学经营学博士 也是加拿大基督教大学 传教学位名誉博士 2013年韩国食品营养科学会副会长 2015年至2018年韩国直销协会会长 2019年到今天 他是韩国直销协会会长 也是世界直销协会联盟理事成员 现在也是爱多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观赏 朴涵吉董事长的公司介绍 大家转眼一到2020年年末了 每逢回顾年末 人们总喜欢用多时之秋这个词 不过今年也谈不上是多时之秋 只不过由于爆发了新冠疫情 这才生出种种社会性难题 是人疲于应对 但我们爱多美却成功地 把这场逆风逆水转变为顺风顺水 在这一年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因此本次12月份的成功学院 让我觉得尤为感恩 过去一年时间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挑战下 我们更加努力打拼 坚实前进 从而收获到了较之以往任何一年 都更加可喜的成果 爱多美2020年度的四字成语是 风烈阴阳 狂风吹得越是猛烈 雄鹰就会飞得越高 面对疫情的惊涛害海 直此年末即将迎来2021年之际 我壮怀激烈 愁畜满志 切切期待着明年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过去一年中 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 不断做出社会贡献 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向多方伸出了爱多美那温暖的援助之手 截至现在 今年我们已捐出 约82亿韩元的社会慈善 爱多美既有营销目标 也有慈善目标 正如大部分企业先制定出营销目标 在为之努力一样 爱多美在实现慈善目标上 也不断地为之付出努力 我认为 社会慈善并非那种 可做 可不做 不做亦可 做了更好的小事 而是应去努力实现的 一种企业目标 我把这种想法 也告诉了相关负责的员工 希望他们继续再接再厉 争取到年底为止 努力实现慈善捐助额 一百亿的目标 在公开会场上 讲这番督促的话 是希望他们明白 这目标已板上钉钉 从而能去更加卖力地 实现慈善目标 社会上 不论何时何处 都存在好多需要帮助的 弱势群体 爱多美 虽然 无法解决 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 只要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们都会勇于乐于负担其慈善这一社会使命 如今 我们在柬埔寨那边正推行一个慈善项目 计划筹建一所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 只是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 项目进展缓慢 因此 我们打算先准备好移动诊疗大巴 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 即将移送至柬埔寨 这边还有几位医生将会同去柬埔寨 计划于2021年 他们将在贫困地区正式开展医疗支援活动 即便面临着新冠疫情 不 正因面临着新冠疫情 我们才要更努力去做社会慈善事业 这也是我的新年盼望 如今爱多美已走上 以在线商务模式为主的道路 之前我们曾多次强调过个人平台 现在这概念已走到我们眼前 新的一年将会是个人平台的一年 前不久 我们向专利机关提出专利注册申请 如今已申请注册成功 我把爱多美个人平台 命名简称为APP 一提起APP这词 人们首先就会想到移动应用软件 而我们则是将爱多美个人平台 命名简称为APP 并申报注册专利成功 拿到专利证书 我在自己的博士学位 爱多美家人都是通过爱多美购物网 来进行这种平台商务模式 而爱多美个人平台 就相当于在爱多美购物网的门前 为经营会员所建立的一道个人走廊 比方说 这里有一家庞大的百货店 个人平台是指在百货店大门入口处 为各位建造的一个个人的新家 即一道个人专属入口 这就是个人平台的大致轮廓 建立起这种个人入口 个人平台后 各位从此就能以个人购物网的方式 去经营爱多美 为何说是个人的呢 迄今为止 大家都是这样来经营的 对人讲 我是经营爱多美生意的 在地上一张名片 敬请光顾爱多美.com 这是迄今为止的经营方式 当然仍可继续这么做 不过今后各位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转变 那就是各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 来命名购物网的域名 例如朴真秀尊王大师 今后就可以说 我做了一家朴真秀.com的购物网 尽情访问网址朴真秀.com哦 我做了一家金莲书.com的购物网 我做了一家李德佑.com的购物网 我做了一家金城日典.com的购物网 这就是各位今后的经营道路 比方说团队领袖可将自己享受成功人生的照片或视频 放在这个自己的购物网上 可用这种内容来装饰这家个人平台 从此各位都将通过这种个人购物网来进入爱多美购物网 这就是今后爱多美家人的经营新方式 听我这么一说 有人会这么想 那谁来负责制作网页呢 难道要我自己来 或许有人会因此感到犯难 首先 制作网页本身很简单 若交给一个一般年轻的学生来做 制作费用不过几十万而已 他们会为你构建网络制作网页 其实一般年轻人都可以胜任这种工作 做出一个合适的网页来 那么说经营爱多美一开始就要去做这个吗 不是的 并无必要一定要这样做 若能在这家个人购物网站上 展示自身的成功风采自然最好 若尚未达到这一阶段 则可以选择展示团队领袖的成功风采 使来访者通过这扇展示成功人士风采的大门 而进入爱多美的官方购物网站 总之 前面我所提过的爱多美个人平台这种概念 如今已完成专利申报注册 现行各大商务平台 如亚马逊 阿里巴巴等 都属于一种共同平台 由全体顾客来共同使用 其中并不存在个人这一概念 首尔大学某研究组 0.001% 会成为新的平台 多那部分拥有平台的人 及人口中的0.001% 相当于每十万人中 只有一人才会成为富人 并且富的流油 这就是那个研究组所发表的研究结果 我个人认为 那种社会是极度悲惨的 成为Plegaliat 赤贫层的绝大多数人 固然是最不幸的 而负责救济这一庞大赤贫层的政府 同样也是不幸的 那么只占0.001% 比例的那部分富人阶层 会觉得幸福吗 我个人持否定想法 因为他们面临的 乃是一个充盈着赤贫人口的 极度不稳定的社会 生活在这么一种 极度不稳定的社会上 那些富人必然会通过高筑强员 增设持枪警卫等手段 来守护自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就是他们未来所面临的生活 有感于此 我认为应该早日寻觅对策 改善现行平台商务缺陷 尽量预防大多数人滑向贫困 若无相应对策出现 未来大多数人终不免滑向贫困 那将是一个悲惨的社会 对此我曾经忧心忡忡 苦思对策 最后我认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人人拥有平台的这一商务模式 不失为一种有效出路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 个人商务平台 即APP这一理论的诞生背景 现在APP已获得专利认证 所有加入会员的爱多美家人 即是加入了这APP系统 而加入了APP的爱多美会员呢 他们从此就以APP世界新市民的身份 踏上全新的经营旅程 成为一名APP World Citizen 为便于记忆 我们简称为APPWC 如今爱多美已率先为大家打通了一道 进入美丽新世界的大门 待到正式颁发专利证书之后 我相信所有爱多美家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经营者们 都将为爱多美APP所倾倒 迄今为止 他们若向朋友表明自己经营爱多美 朋友往往会反问 这不是直销吗 正因为社会上存在这种成见 才会有这种反问 故而若不具备相当的勇气 则难以在社会上 有效地展开经营 今后再无这种烦恼 我们用自己的名字 如赵小云.com 关小雨.com 张小飞.com 这样来命名网站 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个人购物网 个人购物网的背后支撑平台 就是爱多美 所以说 爱多美已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今后年轻人都将可以自豪地宣告说 我个人创办了一家购物网站 预计借此可大幅有助于解决 未来社会的一大难题 青年失业问题 从明年起 我们将正式展开 APP的实施工作 爱多美将成为流通的枢纽 十年前 当我首次放胆喊出这句话时 有人表示怀疑 那些巨头如阿里巴巴 亚马逊 早已打造出世界级的平台 尚起于清平之末的爱多美 如何能成为流通的枢纽呢 那些巨头不正发挥着枢纽的作用吗 爱多美起步这么晚竟讲大话要当流通枢纽 彼时产生如此疑问实属正常 但我从那时起就在不断构想着打造出一种 可超越现行平台的个人平台 如今这套构想已被我写进论文 得到学术性验证 也成功地注册了专利 得到了技术性验证 并且在业务实施研发方面 也几乎 接近尾声 预计来年春天 爱多美将会向每一位爱多美家人 开放分享这套个人平台 每念几词 我都觉得新的一年 好令人振奋激昂 我们会在新的一年中 继续完善发展这一领域的研发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就是 衔接VR技术的部分 例如 现在上处于制作阶段的《我的虚拟形象》 这幅3D技术虚拟形象的制作进度 限约40% 它呈三维立体形象 现在尚需要进行追加面部表情等工作 因此还需要耗时几个月进行后期制作 这项工作整体上需要半年至一年时间 完工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比方说不会说葡萄牙语 可以让一名会讲葡萄牙语的巴西职员 穿上一套装有传感器的西装 再往脸上打上传感点 让他站在摄像头前讲葡萄牙语 这时就会实现我的虚拟形象 再讲葡萄牙语的技术效果 当这位职员 正臂高呼葡萄牙口号时 身体做出动作 我的虚拟形象会照样做出动作 同时讲出葡萄牙语来 从此以后 不论是哪国语言 我这种虚拟形象都可以讲出来 以后各位可以把这个嫖韩级的虚拟形象 带到自己的个人购物网上 让它代替各位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来 这就相当于爱多美赠于每一位经营会员 一个嫖韩级机器人 今后的爱多美世界 将是一个虚拟世界 一个由电脑技术所虚拟出来的世界 为更好的开创这一时代 明年一年 我们将继续加大开发力度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环境下 今年爱多美已经进入了四个国家 以往一般都是每年进入一国 多则两国 因此十年时间里 一共进入了十三个国家 然而今年一年 我们进入了四个国家 其中包括中国 印度两个超级大国 还包括一个区域性大国 哥伦比亚 明年内 爱多美将正式进入土耳其 英国 新西兰 以及独联体国家 如今 巴西法人公司负责人 也已经就任 正在努力筹备开业 正如这幅世界地图上 所显示的那样 爱多美那蓝色的区域 正在逐步覆盖全球 爱多美如今正以迅猛地势头 进军各大海外市场 尤其是在今年一年里 从海外机构荣获多个奖项 也获得诸多认证证书 同时 在国内也荣获多个奖项 爱斯洛特化妆品 曾于去年得过一次奖 那是得奖的是其中的安部单品 而今年则是整套产品获奖 此外还荣获了一项产品设计奖 这些全部都是部长级别以上的奖项 爱多美旗下有一家公司名叫洪参丹 他们今年也荣获了卓越技术企业认证书 并作为中清南道的得力出口企业 荣获省长所颁发的出口工程奖 在第57次贸易日上从大量出口的寒流产品 如寒庄美容K.Hans保健食品的企业中 评选领领 颁发一项品牌塔奖 这也是一种部长级别的奖项 之前我们都没有想到过还能得到这个奖项 不仅在国内 在国外我们也屡获奖项 在马来西亚 爱多美被评选进入同种业界百大中小企业排行榜 因此授予我们百大企业入榜奖 并且本年度在中国 爱多美也荣获了多个奖项 在中国所获得的这些奖项 多是有关产品品质 企业信誉方面的 而且中国还授予我本人一项颇为惊喜的奖项 这是什么奖项呢 中国把我评选为 本年度直销业界风云十大人物之一 老实讲有些蛮吃惊的 尽管这只是一个直销业界的排行榜 但我何德何能有幸被评为 十三亿人口大国中国的十大业界风云人物呢 啊真的 这让我感到异常欣喜 我觉得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 都是由于中国爱多美的全体员工的卓越公关能力所致 因为我本人并未在中国直接活动或施加什么影响 获得这个荣誉全有赖于中国爱多美员工在中国所展开的一系列 卓越有效的公关活动 即便在韩国社会上对直销这个名词 至今尚且存在一定的偏见 在中国尤其在职权政府部门看来 直销作为一个问题多多的业种 受藐视挟制自在情理之中 并且今年 还是我们进驻中国的第一年 他们竟然把我评选为业界十大风云人物 使人不由得顿生豪情 我们爱多美的未来发展前景将会无比光明啊 总之 我感到非常喜悦 而之所以再次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知道后 将会与我同样感到喜悦的 去年 爱多美同样也取得了大幅的增长 去年 2019年 我们创下了一万五千亿的营销佳季 而本年度呢 全球营销规模则有望达到一万九千亿 这其中海外市场的大幅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去中国 全球海外市场的增长幅度高达 约40% 若包含中国业绩在内的话 则会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今年一年内 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倍 以前我们的会员数量为国内三百五十万 海外三百五十万 共约七百万 本年度内一下子又增加了七百万以上 如今公司旗下的全球家人 已达到了一千四百万会员 相信明年 会员人数还会有一个巨大的增长 营销规模更会有一个飞跃性的提升 今后十年摆在各位面前的 将是一段飞速增长的时期 今后二十年 爱多美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 通过既往十年的辛勤准备 爱多美已经涌现出无数的成功人士 而本年度的新人晋级者 累计达到了两万八千五百人 己身进入领袖俱乐部的新晋人士 则达到了一百七十二人 同时本年度新晋自动销售大师者 达到四千八百人 根据这个数据规模 预计明年过后 我们的增长速度会更快 爱多美将会涌现出 更多的经营成功人士 各位中 或许有人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而惆怅不前 我希望你们重新抖擞精神 在明年新的一年的时间内 燃起斗志 直挂云帆 济沧海 我期待大家明年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取得更好的成绩 明年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况呢 今年海外营销业绩已超越本土营销业绩 本年度海外营销规模 几乎超过了八千亿 相信明年 单单是海外市场 其整体营销业绩 即可远远超过一万亿 这样的一个规模 人若只注意眼前的问题 就很容易灰心气馁 周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有人说要购买产品 后来发现只是随口说说 有人说要前来经营 最后还是选择放弃 我们若是只注意这些 自然会灰心气馁 我劝大家至当存高远 对于一个 至在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人而言 一颗小石头 即便暂时绊倒了它 又怎么能够阻挡它那坚毅的步伐呢 所以说不要去怨天尤人 不要因为日常小事 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总有一些人经营一直不慎坚定 上个月好兴奋 这个月又好沮丧 上个礼拜觉得经营前景很好 幸福的手舞足蹈 到了这个礼拜又觉得前景不好 垂头丧气 我劝大家不要这样 经营爱多美就是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与持久热情 经营爱多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保持那份热情之火 不要让它转瞬即逝 而是长久地燃下去 有人总喜欢这样来问问题 您觉得我是应该着重发展经营会员呢 还是应该着重发展消费会员呢 我告诉大家 爱多美明年的四字成语就是两者择二 一般都是两者择一对不对 人们总喜欢这样来问 应该去培养消费者呢 还是经营者呢 两者中请帮我选择一个 但我想如此回答大家 既然要去发展消费者 又要去培养经营者 不要两者择一 而应该两者择二 回顾爱多美的成长历史 就会发现我们一直都在两者择二 总是力求两者兼得 一般企业要么走高品质的道路 要么走低价格的道路 大部分企业都是这么做的 若走高品质道路 自然会制定出高端价位 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百货店里 有好多高品质商品 那些高品质名牌的问题 在于价格也非常高端 而价格低廉的商品呢 人们自然认为其品质低廉 这就是典型的两者择一型思维 而爱多美则兼顾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两者 这就是我们独家所秉持的精神 故而我建议大家今后 也要拥有这种两者择二的精神 那么说我又是从哪里学来这种精神的呢 我是看到了上帝的事工 才学到这种精神的 上帝是如何开展事工的呢 他是这么做的 上帝他是一位公义之神 公义之神就意味着上帝会依法审判罪人 同时上帝又是一位慈爱之神 慈爱之神就意味着上帝会原谅 宽恕我们人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这两种属性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公义的属性要求他依法审判我们 这样才是公义 犯罪的灵魂结局只有死 而仁慈的属性则要求他原谅我们 宽恕我们的过犯 这样才是慈爱 这两种属性其实是彼此对立的 顾忌了一边 另一边就要为之做出妥协 但我们的上帝却成功的两者则二 他既秉持了自己的公义 又无损于自己的慈爱 成功两者则二的上帝付出了 不可思议的努力 对此我们称之为上帝的信实 公义一词在西伯来语中被称为 Mispat 而连续一词在西伯来语中被称为Hesed 两者原本是相互对立的概念 为使两者能够并存就需要上帝的信实 信实一词在西伯来语中被称为Emuna 正是由于上帝的信实 才使得上述两者得以并存 总之所谓的两者则二 就是只将原本相互难以并存的两者 通过我们的努力变成予与熊掌兼得 故此我们经营爱多美时既要注意发展消费会员 又要注意培养团队领袖 就是要具备这种兼顾两者的资质 即信实Emuna 故而爱多美2021年度的四字成语 就是两者则二 不可丢弃其中任何一样 要两者兼顾兼得 这就需要我们为之付出莫大的辛劳 为之付出莫大的信实 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做到这一步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就是二产品 那么爱多美的产品不仅给我们生活带来了 改善了很多我们的生活环境 对吗 爱多美也是让我们拥有了梦想 那么再给我们董事长一个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我们有请销售大师李嘉敏 为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大家好 然后我就去查了 我也去了解了公司这个护肤品的科技 成分以及功用 不查还好 一查不得了 我看到他里面的功用 因为爱多美 我的朋友一直告诉我说 爱多美它是高品质低价格 我只能够说不是低价格 是合理的价格 它价格非常合理 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去用了好几个月下来 我的肌肤 越来越嫩 越来越滑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说 你的肤色越来越好 我很开心 它不只让我的肌肤越来越好 很喜欢公司的 就是它的文化 我们也会有人爱 有礼的所有领袖和老师们 我很开心 和他们一起经营 一起合作 这么公平的 这么好的一个奖金制度 然后担心了 其实感觉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都不一样了 我们的未来的计划 我们的退休计划 也不再是 也不再是担心的那一部分 因为只要我们在爱多美 我们能够 最喜欢的几样产品 首先的话 还是要向我们的董事长致敬 因为是他把爱多美 这么好的产品 带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每一天都是怀着感恩的心 来使用这些产品 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 平安吉先生 为爱多美呢 产品注入了精品的灵魂 优质产品 必须符合用心制作的原则 什么叫做用心制作的原则呢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特别提到了 这样一件事情 什么是真正的奢侈品 奢侈品不是以价格为基准 奢侈品必须 要复含from heart 也就是用心 来制作这样一个原则 举个例子 他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他说 他的一个朋友过生日 他呢就制作了一张纸 他把这张制作的纸上面 画了一幅画 写了一幅给他的句子 他觉得这是世上 独一无二的东西 他认为这样才是 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奢侈品 奢侈品真正 不是以这种价格来定义的 所以请朋友们 一定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个原则 提到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坚定信念 谦卑服务 每当我看到这四句话的时候 它不只是我们的社区 它其实也是把 所有用爱多美的产品传递出 这些产品的金回 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那爱多美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它是一个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公司 帮助顾客成功的公司 追求customer success 人人平等的公司 商品没有差价 不强迫顾客 每个月购买产品 人人都可以经营的事业 不管你有没有学历 公司都会给你提供培训 帮助你成功 你只需要一个免费的会员ID 就可以以零成本开始经营的事业 每年在各个国家 不断地做慈善的事业 让你经营国际化的企业 全球连线 哪里有爱多美 就哪里有你的生意做 真爱灵魂的爱多美企业 它的核心价值是我们人 因为人是上帝为了管理制造一切而创造的 遵守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的爱多美的经营目标是 顾客的成功 这是因为爱多美相信 人是所有价值的中心 其本身之为珍贵的目的 爱多美今后呢 也将热爱人们 并为顾客的成功竭尽全力 成为社会共同发展的企业 那在我心中 爱多美呢 就是家人般温暖的好公司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发现强大的合作伙伴 造就行业最高的品质 这也是我们爱多美背后的坚强后盾 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这个化妆品 它呢 资本技术投资和高纯度 像是这个安平的话 它是由高纯度精致技术的技术投资 和多重液晶金囊技术的资本技术投资 共同的话 提供给新鲜生物发酵技术 供应这个产品 那这样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的话 一定是我们使用中最高级的一种产品 爱多美的产品呢 受欢迎的秘诀的话来自于MassTeach 是代表大众的Mass和代表名牌的Prestage Product合成词 指大众精品 爱多美通过大众精品战略 MassTeach Strategy 以最优秀的价格呢 提供最佳的品质产品 这可以说是爱多美成功的秘诀 到目前为止的话 爱多美的话 已经有四百四百多种产品的在网上销售 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那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产品 也是我每天所使用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爱多美的Hemohim Hemohim历经八年 我们疲惫的免疫细胞 那Hemohim是韩国原子能研究院 经过八年的研究 开发出的功能性保健品 所有成分 被分别由韩国食品 医药品安全级MDS批准 在韩国 美国 欧洲和日本 获得了专利 那韩国原子能研究院的 国家级的八年研究成果 促成了这样的一个 在我们中间这么流行的一个产品 那它也是韩国第一个个别认证的 改善免疫功能的保健品 免疫又是指什么呢 它是指当病原体 如病毒或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时 识别和消灭的能力 换句话说 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伤害 那功能性保健品 如何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呢 它们增加免疫细胞的数目 或增强免疫功能 并帮助消灭有害病原体 改善过敏等的免疫反应 使我们的生活健康舒适 让我们来看看Hemohim的主角 分别是当归、穿裙、白勺 那Hemohim是直接从当归、穿裙、白勺等材料 萃取成分 通过原子能研究院 生化科学部研发 所组合的最新植物性复合性食品 这样的临床实验结果 发现它可以激活我们的自然杀伤细胞功能 帮助我们的细胞因子合成 免疫力 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 帮助改善食用者的免疫力 那有哪些人适用呢 它呢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适合使用Hemohim 像运动员要增强体力 家庭肚富呢 身体疲惫的 需要能量 上班主每天都因为大量的工作而感到疲劳 学生因为大量的考试需要用到大脑 老年人因势力虚弱 这些人群都是Hemohim的收入 那下一个产品的话 我将为大家带来我最喜欢的普洱茶 因为我体重的原因 所以呢 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喝普洱茶的 一天一杯 适量饮用 普洱茶的一个特别古老的茶叶 中国文献中国大词典中就有所记载了 杨贵妃和慈禧太后 也最喜欢使用普洱茶 由于贸易的茶叶 通过历史最悠久的茶马古道 流传的最古老的茶叶之一 也是我们十大名茶 普洱茶属于重发酵的黑茶 源自于中国云南 有着千年的历史 采取中国云南省大叶种茶 经发酵 萃取 再制成坟墨 中国优越的高山地理条件 也是自然发酵最理想的环境 世界名茶产地 云南省的普洱茶 所制成的普洱茶 萃取物 我们现在喝的这个就是由 云南普洱茶所制成的 普洱茶的萃取物 那么普洱茶里 最关键的成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墨氏子酸 那墨氏子酸 它是多分化合物之一 对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 起到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克我们的普洱茶的话 一包普洱茶 顶于是其他普通的普洱茶的 34杯 所以顶于是你喝了一杯普洱茶的话 那么你就是 顶于是喝了普通的34杯 这样的普洱茶 这样的功效 随身包在在身上 因为它的包装很方便 然后呢 当你想喝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水瓶 加入温水或者是热水 大概是500毫升 就可以使用了 那很多朋友想说 我想喝凉的普洱茶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你 直接用凉水冲泡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粉末的话 是不容易溶解的 但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呢 那么先使用 稍微热一点的水呢 先把它充分的 先融化一下 然后再注入 就是稍微冷水 这样你可以及时喝到一杯 凉的普洱茶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就是建议者 建议是 就是 我们建议你 大鱼大肉厚啊 想减少油腻的 这样的一个 油腻感啊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啊 你想调整身体的体质 像我想减肥啊 都是它的受用者 那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有注意事项 就像说 对本产品有过敏或不适应 请立即停止使用 并询问医生 对哺乳者 孕妇和幼儿 请询问医生 或药剂师的建议方 才可以使用 那本产品呢 因为它含有咖啡因 可能会引起维度紧张或失眠 所以不要在晚上使用 那你使用以后的话 你要立即把它喝掉 啊 然后呢 那我建议一次 就把一整包喝掉就好了 以免受潮或变质 Tommy Shake Soya 这个也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产品 我的朋友介绍给我以后的话 我从这个产品当中 受益非浅 它其实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multi grain 一种是green tea 那么 这种新型的 Shake Soya的话 被称作是 现成的食品 就是体重管理的 现成食品 那什么是体重管理的 现成食品呢 根据韩国食品 药品监管管理局的法规 说 试图减肥和增加体重的人们 需要一种营养丰富的现成食品 以替代日常成分的散食 在制定饮食过计划的时候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蛋白质 而且呢 我们还需要均衡各种营养 以进一步减少饮食计划 常见的这样的副作用 那I told me Shake Soya 是一种用于体重管理的 现成食品 那 在减肥 减肥的计划期间的话 许多人都倾向于多喝水 它真的是方便又容易做到 它就可以呢 就是 帮我们 限制我们的卡路里的摄入 不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而且呢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减肥计划中来 是一个即时食品 那你只需要的话 就是 一包I told me Shake Soya 然后加水 165毫升 就可以马上使用了 I told me Shake Soya 是一项可持续性的饮食计划 它具有天然的口味 然后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 那I told me Shake Soya呢 也是一项可持续性的饮食计划 因为里面含有21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以及多种的穀物的这样的营养成分 符合我们的健康饮食计划标准 现在我们来聊一下 关于它的丰富的营养成分 混合绿茶提取物和多果物的 I told me Shake Soya呢 首先是我们知道 绿茶提取物的话 它含有2%的儿茶素 与海菌豆 雪莲子 燕麦 虎坚果等混合物呢 放在一起 多果物的话 它的占穀物的含量 在20%以上 符合在一起 那这是非常有盐和健康的 那这里我提到一下的话 就关于绿茶的这个 I told me Shake Soya 绿茶的这一款的话 对我们男生捡肚子 非常非常有效果 那我这里特别的提 Program 还是Net Program 以及你的Fitness Program 和Intensive Program的话 都能够帮助到你 Morning Program 是早餐的人 那Net Program 这个程序 Fitness Program的话 就是你锻炼后的话 可以马上补充这样一包 因为里面含有蛋白 蛋白质 那么对于Intensive Program的话 快速减肥计划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 就是说你可以代替你的早餐和晚餐 然后呢 午餐你正常使用 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有益可执行的减肥计划方案 14种计划必有一款适合您 那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 我们发现了 第一个是保养中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喝一包 Atomi Shake Soya 然后呢 每天的话 两顿均衡的饮食 那第二就是减肥的状态 为了健康减肥的话 我们的话 可以早餐 晚餐来食用 Atomi Shake Soya 然后呢 中午的话 午餐的话 我们正常地去食用 那额外消费的话的话 只一就是 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比如说 有一些朋友想增加一些体重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它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合理搭配 你可以在 你的 在早午餐之前 或晚饭之前的话 给自己增加一次这样的 Atomi Shake Soya 这样的话的话 对我们的 你想尊重的话 也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如何使用呢 Atomi Shake Soya的方法呢 饮用方法也是蛮简单的 就找一个瓶子 你倒约200毫升的水 在瓶子里 再将一包55克的 Shake呢 放在瓶子里面 然后我们就去摇晃它就好了 它会马上融入于水 那你混合后的话 请立即食用 如果你想喝到更多的营养的话 这时候我们非常建议你 将牛奶和豆浆混合在其中 那你将会有更多的惊喜发现 接下来的话 我想提到一下 爱多美的彩色食物维生素C 那这个食物的话 这个产品的话 也是我们会员每天所接受的 也是我每天所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食物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补充剂 那么爱多美的彩色食物维生素C 跟其他品牌的维生素C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是很多种水果 很多种不同的食物 融入进来的 那美国有一个计划叫 Five a day 就是说 你每天至少要吃五次蔬菜和水果 来改善你的饮食习惯 包括白色 像白色的话 像我们有大蒜 洋葱梨啊 黑色的话有黑豆 黑芝麻 紫菜 绿色的话有西兰花和菠菜 红色的话有草莓 石榴 西红柿 黄色的话有芒果 橘子 南瓜 姜黄素 像这样 爱多美所提供的这五种彩色食物 在我们的维生素C里面 其实都是包含着的 那么我们再看上面的话 就讲到的是彩色食物 包含着植物营养素 首先的话植物的颜色 是一种植物为了从害虫或紫外线 保护自己而产生出来的物质 那红色的番茄 红素和花青素 绿色的叶绿素 黄色的葫芦素等成分 然后呢 我们又提到了这个第七种营养素 它就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水和矿物之外的这七种营养素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发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爱多美的彩色食物 维生素C呢 包含着如下的这几样食物 像芒果 橘子 南瓜 姜黄素 桑黄菌 草莓 石榴 一日一包补充 维生素C的500克和七种彩色食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么什么是维生素C 我们每天都吃维生素C 但什么又是维生素C呢 我们知道 人是不能在体内自然合成维生素C的 一定要通过食品补充维生素C 那么现在食品 药物局认证的维生素C的功能呢 有以下三点 一个是 它能够维持结地组织形成的功能 有助于吸收铁 第三个就是 从自由基保护细胞 维生素C的话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抗氧化 防癌作用 参与党固醇的代谢 促进铁盖和叶酸 它被誉为是万能的解剂 可以帮我们抵御 有害重金属污染的环境 那对美白肌肤呢 也起到了一定的功效 那么首先提到一下 就是其中 多彩分度C里面的 第一个水果就是石榴 那石榴的话 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我们知道天堂 就是因为我读过圣经里面的话 就在天堂上 就是有特别提到石榴 这样一种植物 营养特别丰富 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果实中含有维生素C 及B族的维生素 有基酸 糖类 蛋白质 脂肪等等 它具有杀虫 收敛 色肠 脂粒等功效 石榴的果实营养丰富 维生素C的含量 比苹果和梨呢 要高出一到两倍 那第二个我们提到是草莓的这样的功效和好处 草莓呢又叫做果中黄厚 营养非常的丰富 富含多种有效成分 每百阔鲜果肉中呢 含维生素C60 C呢60毫克 比苹果 葡萄糖 葡萄含量还要高 果肉中还有大量的糖类 蛋白质 有机酸果胶等营养物质 那草莓呢也是人体所必须的纤维素 铁甲维生素C和黄铜类等成分的重要来源 草莓呢 营养价值很高 维生素A呢是可以明目的 而且呢 维生素A 性还要多出一倍 维生素C的含量也超过橘子和草莓 芒果含量 芒果含有糖 蛋白质 钙 磷 铁等营养成分 均为人体所必须 那中医认为 芒果胃肝 酸 性凉 有异味止呕 生津解渴 那还有呢 它可以止悬晕等功效 有助于胃热 反渴 呕吐不适 即晕车啊 晕船这样的症状 提到橘子的话 我们都非常熟悉 它富含维生素C与柠檬酸 前者的话 具有美容的作用 要除疲劳的作用 橘子的胃肝 肝 性温 入肺 胃筋 具有开胃理气 止渴润肺的功效 助于 节隔节气 藕腻少食 胃音不足 口中干渴 肺热咳嗽 即人质有过度 那具 其皮和 落 液 都是地道的药材 又提到了南瓜 南瓜的话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所含的 所含的B 胡萝卜素呢 可以由人体吸收后 转化成维生素A 含 丰富的维生素E 能帮助各种脑下垂体 荷尔蒙的分泌正常 有助于 七五兆的症状 可以解决我们的 嘴唇干裂 鼻腔流血 及皮肤干燥 这种这样的问题 那么再提一下 桑黄菌的好处 这是一味中药 已经超过有2000年的历史 功效作用比较全面 也是使用了 我们这个维生素C的话 也是使用了价值十分珍贵的 这个形的这样的一个真菌 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等都有其 药用功效的记载 那日本呢 对桑黄菌的研究呢 开始比较早 也比较深入 所以桑黄菌的日文名叫 Massi Makogu 较为普遍 胃呢 他比较微苦 能力五脏 肩 排毒 止血 活血 和胃止血等 最后呢 就是我要介绍的 这是姜黄素的好处 那姜黄素对肝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它呢 也具有一些医疗保健的效果 因此呢 姜黄的话 经常应用在中医药中 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下 巧吃维生素C 什么时候服用爱多美的维生素C 是最好的时间呢 是早饭呢 还是晚饭后吃呢 水果呢 早上吃是金 中午吃是银 维生素C也是一样 那在早饭和中午饭后吃呢 效果呢 才会好 空腹的吸收率呢 约为30% 而餐后的吸收率呢 可以达到50% 感冒发烧 压力大 经常吃快餐 吸烟饮酒的人呢 可以多加一剂 我今天的 分享的几种食物呢 几种产品的话 就到这里 那么真的就是 哪里有爱呢 就哪里有爱多美 爱多美的话 在新加坡的话 经常的话 会把这种爱的传递 带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 那在2020年的话 我们看到 爱多美为红帽桥 菜市的低收入家庭呢 捐赠过60个礼品袋 为红帽桥的老人及居民呢 捐赠100个礼品袋 包括洗手液啊 牙膏啊 海苔啊 马铃薯拉面等 为APSN的社会福利中心呢 捐赠过50个礼品袋 为新冠病 会呢 基金呢 募捐活是17453块新币 爱多美的话 就是这样把爱 再传递在我们的中间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然后我最后尝致地 邀请您来 爱多美的精品购物超市来购物 再次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这里温馨提示一下 那个营养代餐呢 不属于减肥食品 它只是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体重 营养的补充 OK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会员 于连美给我们带来 他与爱多美的故事 爱多美的家人 下午好 我叫于连美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于 那我今天 我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中国东北哈尔滨的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特别冷 冬天特别冷 而且最出名的是冰雕 但是我个人呢 不是很喜欢东北 居住在新加坡 也定居在新加坡 非常喜欢这个岛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与爱多美 我是如何认识爱多美 喜欢哪些产品 我又有些什么改变呢 那么我的故事现在开始了 六年前经朋友介绍 我认识了爱多美 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爱多美 也不知道爱多美的 是有这么大的事业 只知道当时是送了我的牙膏 牙刷 然后免费注册会员 仅此而已 回去的时候呢 我也尝试了去使用爱多美的产品 就是牙膏牙刷 而且也挺好用的 也一直在用 其他的产品真的是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的 那个时候呢 我只想说那个时候 可能是时间没有到 所以也没有继续游下文之类的 大家不要笑我哈 现在呢 时间到了 那我就回来了 那我想说的 回来了真好 真的很好 爱多美公司 真的是很棒的公司 公司给我们的 不只是让我们经济稳定那么简单 而是体现我们个人价值 每一次和线下小伙伴和老师见面的时候 都有一种成长 大家真的都是用爱在分享这个事业 还有产品 带动着你 让你收获知识 收获美丽 收获健康 还有幸福 我个人理解 我们公司的文化背景理念 真的就是在这三个字里面 因为心中有爱 收获很多 生活才真的美 那么爱多美产品 有些人会说 爱多美的产品有哪些呢 那大家都应该在座的都有用到了 我想说的爱多美的产品 是一个会说话的产品 只要你用 它真的会告诉你 它是怎么样的 真的都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如果说一定说 如果说我最喜欢哪一个 那我想说的是 用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再用下一个 每一款都是很好 如果说是最爱呢 那我首选的一定是 日常家用产品 像洗衣液啊 洗碗液啊 因为环保又健康 那我个人比较爱美 护肤品就是我的首选 像四间套啊 六间套啊 面膜系列 都是我很喜欢的 那第三首选呢 就是全家都爱的 医生菌啊 维C啊 肺毛肺啊 增强大家的免疫力 尤其现在特殊情况 大家都要提高免疫力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那爱多美的产品 真的是让我们很喜欢 公司给我们的是 很大很大的惊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公司会让你有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只要你参与 你就有机会 有很多人会有疑问 我个人而言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上班族 让我 让我和很多普通的人群 有了财富的梦想 只要你有用心去做 这个事业真的会让你 改变你的命运 甚至改变你的家族 还有你 还有你身边的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事业 事业真的会传承三代 我想问一下 哪个事业或者是企业 能真正传承三代 但是我们不说 很好的企业了 普通的小企业 零投资的 你很难的 对吧 那么我也相信 我身边有很多人 不了解 爱多美事业 他们会嘲笑我们 会讲 爱多美事业这么好 那么每个人都不用上班 都可以成功了 那我想说的 只要你给自己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公司真的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 爱多美真的是一个 一个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给你一个拥有财富 现实 它也会给你一个奇迹 那我相信在座已经有很多有奇迹的人生 也帮助很多人创造了奇迹 在此呢 我很感谢爱多美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认识 然后呢 让大家也认识我 那我 我和 我每一次其实都跟我小伙伴老师们相处 有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参与 虽然说财富这边我还没有收入到很多 因为我是小白 刚刚踏入 刚刚加入的 但是每一次下线活动 跟小伙伴和导师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特别开心 我从一个上台不会讲话 现在我可以自我表达 还算清楚了 最起码这也是这种突破 人家说 在爱多美你收获了什么 我收获了自信 我收获了突破 人生其实每天都是要突破的 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 你的 你的人际关系也好 其实只要是你去努力 是可以的 那我想说的 只要我们爱你现在所做的事业 你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老师每次都会讲说 坚持三年 你就有不一样 坚持三年 三年不放弃 五年必成大器 真的 爱多美这个公司 很大爱 就是每一次听到小伙伴们分享的时候 我都特别感动 而且有很多见证 都是历历在目 让你会看到很多见证 而且我个人本身也是改变很多的 这也是我个人体会了 因为产品说 真的会告诉你 你要什么 他都知道 每一个人使用产品之后 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会很惊艳 哪一个产品会让你惊艳 而且以这样的价钱 惊艳到你会想分享给身边的人 然后你会告诉他 这个会帮助你 或者是说 不光是你的外在 还有你的内在 真的 我很喜欢爱多美 但是在此呢 我也想谢谢 我的上线 还有我的朋友 重新把我带回了爱多美 在此 我很感谢 谢谢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 谢谢余莲美给我们带来分享 那么有心不怕辞 只要你喜欢爱多美的产品 所以只要在爱多美喜欢了产品 你就肯定能成功 不管你是不是小白 我们有请 新加坡最美丽的 玉朗东的中心掌 玫瑰大师丁爱珍 给我们带来他的成功之路 大家好 我是丁爱珍 这是我先生 日以来我们都是做传统的生意 在饮食业已经二十几年了 然后大概是六年前 我们要开始做服装这个行业 我们传统的行业 跟这个爱多美的行业的差别 就是传统的行业 也面对很多的一个考验现在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肯定是一个 网络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 我把它当成我自己事业的 可能第二个 我想要做 我把它做好 开始在接触爱多美之前 我是认为 这些行业是让更多人 对本人的 所以我其实是蛮反感 但后来当我看到我太太才加入这个爱多美之后 我看到它的改变 看到它的那个处人的处事方法也不同了 所以我也开始了 了解 跟着一起 多了解爱多美 那么也跟那一起这样努力的在爱多美打拼 在爱多美 这两年多来我学到最多的就是 怎么样 去谦卑的一个服务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 人家看到我们都是老板 老板娘 所以 现在是完全是 完全是倒过来的 你要知道我们每一次 去马来西亚 都要驾车 可能一次驾到马六甲 驾到基隆坡 都要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来回是很辛苦的 可是我们就是说 只要过去那边 能够服务到那边的伙伴 是很开心带着满满的一种喜悦回来的 再辛苦都不会觉得累 这个就是我们对爱多美的事业的一个执着 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边成功 所以再辛苦都不算辛苦 我先肯定要坚定性命 就是要不懈的坚持的 才能够看到春天 然后当然那些谦卑的服务 真爱零分 这其实我觉得爱多美的 这个四句 这个四句已经概括 所有的 只要把这四句想透了 你就能够成功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谢谢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丁爱蓁 新加坡的玫瑰大师 也是预览幸福中心的中心长 再一次的大家下午好 那么我是出生在美丽的海岛 福建平坛的一个农村的大家庭 我相信可能在座的都相对的比较年轻 应该没有感受到过大家庭 对吗 什么叫大家庭 应该是最少一个家庭 超过六个家庭长大的 哇 好少啊 所以我算是非常特殊的 我的家庭多大呢 我们一家有十口了 我有八个兄弟姐妹 是的 一个姐姐四个哥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排行老六 那么我的父母亲呢 我父亲是一个 就是算是公社的一个干部 妈妈呢 是母亲是家庭主妇 那我从小呢 在家里 就是大姐因为 比我大姐是家里最大 那么她在家里呢 就是读书 她基本上都是读书 都是寄书在学习 大家都知道 就是农村的家庭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落在 妈妈的身上 对吗 那么姐姐不在的情况下 上面都是哥哥 那么自然的 我这个算是比较 从小比较懂事的孩子吧 我会帮妈妈 就是料理家里所有的工作 包括洗衣 煮饭的一个 现在家里都有那个 打扫地 都是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扫地机呀 都没有这些东西 可以代替的情况下 而且没有自来水 所有的水 都要从村里的一个景 去提回来的 包括家里吃的 用的 还有洗衣服用的 那么除了这个情况呢 大家可以想看 我煮饭是煮给十个人吃 不是煮给一个人吃 两个人吃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奠定了我 就是从小我就会学会调味煮饭 那么也奠定了我未来事业的一个开始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很自然的就开始了我后面的一个事业 是这样的 那说得有点嫉妒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很荣幸就是说 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个故事献给艾朵妹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那1987年 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 我知道了可以来新加坡的一个机会 那在刚才说了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 完全没有资讯 连新加坡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相信我这样 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 可以说是我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文凭不够人家高 没有上过大学 那么对于做生意也没有经验 可以说是就是只是想要成功 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一直到了后面 我们达到了就是一个情况 档口没有办法做生产 所以才开始就是开了自己的那个中央厨房 那中央厨房帮助了非常多 也帮助了我们就是档口更快的去发展 那2008年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进入到火锅餐馆呢 可以说是一个无心差量 怎么说呢 其实当人家的 午餐有人午餐 晚餐非常多人 而且整条街呢 基本上都在经营火锅 那时候我们一个邻机一动 就是去那边去了解那边房境的时候呢 我们就每天每一间每一间的去吃 每一间每一间的火锅去吃 吃完之后我就跟我先生讲 不然我们也做火锅吧 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008年做到现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锅店的这样的一个开始 那也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一个思维 原本只能够做拉面 现在我们也可以做火锅 而且火锅我们在那条街做的还算可以 那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在那边 那我今天讲这个呢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上天也是有安排的 但是自己也是要努力的 所有的努力都会看到成果的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也看到了就是 如何又进入服装业 我相信今天站在我 站在这里大家能感觉到 我一定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 对吗 如果不是因为美 我看很多人也不会进入爱多美 对不对 找得到 这个就是一种可能是天性 爱美的一种天性 所以我也开始做服装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开始的 那这里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这样的给大家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更加的认识我 这里应该有来点 掌声一下 五倍的对吗 OK 那也 刚才说了 服装店对吗 也是因为服装店 我才进入了爱多美 这要从哪里说起呢 我相信有一些伙伴 可能有曾经有听过 就是因为 我们的推荐老师 从爱多美这个事业 而我 完全是一个直销小白 我完全没有做过直销 我接触过 很多人找我 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从来不心动 从来没有心动 很多直销 讲到就是 赚钱非常快 利润非常快 回报非常快 可能你找三个四个人 你就可以拿回 你自己的成本 我从来不为心动 唯独爱多美 没有跟我讲过 奖金制度 我却踩进来了 我是一个 没有听过奖金制度 就已经在经营 爱多美的人 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他跟我讲的时候呢 只是告诉我 他认识了一个 爱多美的产品 他觉得 没有 认识了一个 韩国的产品 他觉得很棒 他找我说 你能不能帮忙 一起看一下 因为你可能用的都是一些 比较好的品牌 高贵的品牌的 那一起来 见证一下 就这个产品 你觉得怎么样 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就说 OK 你就把产品带过来 带过来之后呢 我坦白说 我相信我没有比别人 决定的更快 有没有人在这边 就说 第一天遇到 爱多美的产品 适用了之后 立马决定做 爱多美的举手 没有 那个就是我 我是怎么样做决定的 9月15号 注册的会员 而且是当下就注册 他拿了一套四件套 拿了一套六件套 那个时候只有基础保养六件套 我立马 我也没有在脸上试过 我在我的手上试过 我也不知道 是我的个人感觉 也不是我厉害 我在我的手上试过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产品 真的不一般 重点是什么 它的价钱 太便宜了 对不对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在我的手上试的时候 我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发现的是 一 不有力 第二 立马吸收 第三 那个香气 我跟你说 你闻了你会爱闪的 它是天然的 没有添加任何那些 什么化学物质的这些香味 你闻了 你聪明的人闻了会知道的 我不是说我聪明 聪明的人闻了就会知道 因为那种感受是天然的 然后呢 我立马就决定了 当下实际上 我家里 产品还有剩一堆 我跟你说 我后面真的是丢了几千块的产品 丢掉 为什么要丢掉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 道理在哪里 当时我遇到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我就开始使用爱多美产品 对不对 那么我剩下的产品怎么办 甚至还没有开封的怎么办 有人建议我 拿去送给朋友 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说吗 我说不要 我现在要送也送爱多美 这就是我的执着 所以到最后 我真的是把我的那些产品 因为收着也不好意思马上丢 真的是收到过期了之后 翻出来还有一堆 最后还是丢了 这就是我的个人经历 那么我在当下 听到这个爱多美的产品之后 我是怎么开始的 注册不用钱 那就注册 然后你叫我怎么样注册 我注册完自己之后 我怎么做 我马上把所有人都注册进来 这就是我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事业 可以说是当下累一刻就开始 那开始之后 就开始分享 那么我这边 大概给大家过一下这个 就是2015年 9月份我注册的会员 那么两个月后 我就晋级了销售大师 那个时候 坦白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是夸我自己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PV 是少过现在30%的 而且那个时候的不容易在哪里 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消费者 都必须要买四套四套四套 他是不可以单买的 所以他有很多方面的一些 不容易 我是这么认为 那么我呢 也不知道那个力量从哪里来 就感觉很不错 就好像刚才 红小林新冠大师说的 第一个对碰 这么好玩 我只是在分享产品 我只是在用产品 我只是换一下我的品牌 我就有钱进来了 你说我们以前 一直是不是都在消费 消费 继续消费 你从来不可能会有回馈给你 是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太好玩了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了 我试试看 我就试试看 那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分享 但是我没有放进去 我第一个分享的是我们的 风胶牙膏 我只是把风胶牙膏的 那个视频 放到我的微信朋友圈 其实我是 我是一个不大会 分享朋友圈的人 我不是那种 会记录自己的生活的这种人 那么 我把它PO上去之后呢 我只是写了几个字 我说 这个风胶牙膏很好 我在用 你们如果想要了解的 找我 我就这样说而已哦 我就有朋友 回应了 我家 不懂这个可以讲吗 我家楼下我看到了 但是价钱呢 是这样这样这样 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说 我说亲爱的 千万别买 我们全部人都可以成为会员 不用钱 你也可以买到四块四毛钱 你不要浪费那个 冤枉钱去买 更贵的 我这么一说 我那朋友 是不是听懂了 人 那你省钱 你还听不懂吗 立马带了一堆的朋友来了 所以呢 我的事业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那2016年呢 我就 三月份 我就成为了 自动型销售大师 从那个时候开始 没有掉过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大家 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呢 哎呀 你 你可以啦 你做得到啦 你 只有你可以的啦 你 你才能够做到 你都可以买都买得到的吗 是不是 有没有人这样说过 有没有人这样说过 是的 销售大师绝对可以买上去的 但是 自动型销售大师 你做给我看看 做不到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吗 没有实力 坦白说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也是我们 爱多美董事长 最大智慧的地方 对吗 才能够 我们才能够走一百年嘛 是不是 如果随随便便就让人家 玩在这个鼓掌中 那一百年怎么走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作为爱多美人 我感觉到非常自豪 对吧 那接下来呢 2016年 12月我就晋级了 钻石大师 2017年 晋级了玫瑰大师 那这个是一个 我的爱多美的 这样的一个旅程 那很多人可能看到这边 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2017年到了现在 还没有在这一集啊 是不是 那这里呢 我先办一个关子 应该怎么说呢 在爱多美的这个路上家庭 所以2018年呢 我依然决定 开设 服务中心 那也非常顺利的 就是公司给我很大力的支持 让我就是顺利的 申请到这个 玉朗幸福中心 那也是现在 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超过三年了 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中心之一 对吗 我希望呢 这个中心呢 能够秉持着我 我们爱多美的大爱 谦卑服务 能够给伙伴们 一个家的温暖 家的温度 让大家都中心呢 都能够感受到 爱多美是最棒的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 大家没有来过我的中心的 可以来我中心坐坐 喝杯咖啡 当然现在疫情呢 只能够允许五个人的情况下 请大家就是 安排一下时间 没有问题 那我也希望 让这个疫情呢 能够快点 快点过去 这也是大家 所希望的 对不对 我相信 大家的希望 一定 能够实现 好不好 那在这里呢 有一些 精彩的部分 跟大家 做一个 简单的 分享 那么初期 接触爱多美 我相信 这边也今天 有新的伙伴 对吗 刚才我听到一个伙伴 讲得非常好 就是要进入 成功系统 成功系统 怎么说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做到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几乎 每一场的研讨会 我都会看到我的影子 我一定去 无论今天 有没有伙伴跟我一起去 我都会去 这就是我给自己的一种 一种 推动力 因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 来参加这一场研讨会 有没有收获 是不是 每一场 研讨会 都一定给你们 不一样的收获 哪怕 只有一句话 给你一个启发 那么 我相信也会改变 你的不一样的人生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所以 我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每一场我都会去参加 大家看得到 就是 第一次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尊王大师 朴真秀 来新加坡的时候 没错的话 那个时候只是 王冠大师 我遇到了 所以很开心 可以给他留言 那么另外一张呢 就是 董事长来新加坡 那也是2015年 12月份的时候 我按到了吗 OK 那么 我觉得 初期的 对 大家看一下 董事长 那大家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虽然我口罩没有拿下来 2015年的我 我 跟现在的我 有差别很多吗 更年轻的呢 还是 变得更糟糕了 正常情况下 五年时间 是不是可以让一个女人 老很多的 五年呢 五年那个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日子 可是 现在在我的身上 你们看到了 刚才 于洋销售大师 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 认真的 爱上爱多美的产品 好还有 更年轻 更好看 要有这种自信 这是我们爱多美人的自信 可以拍胸弹的 我今天 可以站在这边 跟大家这样讲 因为 我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 我做到了 你们也一定 做得到 好不好 OK 那么 遇到了爱多美 这么好的事业 这么好的产品 哪怕当时我 对奖金制度 还不是很了解 不小心还对碰了一个 也觉得挺好玩的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已经知道 爱多美这个事业 是不一般的事业 它绝对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 做到的事业 怎么说呢 就刚才说我了 我没有高文凭 我没有做过直销的经验 我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小白 我这样的人都能做到 你们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所以呢 从那个开始呢 我就开始疯狂的 家庭聚会 家庭聚会 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 家庭聚会是我们爱多美事业 最好的一个基石 家庭聚会就是我们爱多美事业 踩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路 没有家庭聚会 每一场每一场的分享 但是我们初期 因为老师可能传达的状况 我们都是从美丽先开始 所以我最厉害的就是怎么做面膜 帮人家涂面膜 那个是我最快的 很多人问我 面膜可以每天做吗 那我站在这边 五年后我站在这边 我每天做的状况是这样 你们说可以做吗 是的 我们用自己去证明 那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人家 你回家做 你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结果你自己没有做 一个以后他回来 看你的脸还是老样子 你说他能相信你说的话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以身作者 非常重要 爱多美这个事业呢 讲起来是很简单 因为不用钱就可以开始了吗 也不用任何的投资 就可以开始了吗 不小心还对碰一个吗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说这方面 你做不到的话 你的伙伴也会跟着你一样 所以你什么能 就带出什么样的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榜样 很重要 所以然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不止刚才说了 我们经常开车去马来西亚 四个小时的车程 当然现在做不到了 是不是 现在没有办法做到 四个小时的车程 或者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到马六甲 四个小时的车程到基隆坡 来来回回这样子跑 确实是会累哦 有时候排在关卡要到半夜时间 才能够到家里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 你在拼搏 你在为了一个未来的一个事业 你知道你的前面是什么 所以你会去拼 对吗 所以为什么刚才看到了 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到 就是这个道理 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能够吸收我的对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呢 就把它变成反的地方去做就可以了 好不好 掌声一笑好不好 那这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好的回忆 在爱多美 给我留了很多很多 美好的回忆 包括 韩国爱多美之女 这个爱多美之女呢 当然照片是不可能全部都放 我只是放的几张比较经典一点的 或者是说 我现阶段可以找到的 因为五年了 很多照片要去找 确实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 我没有那个时间去 全部都翻出来 所以 我是放的几张比较代表性的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第一次我去韩国 是在 加入爱多美之后 应该是 上了销售大师之后 我就去 估计不到半年时间 不到半年时间 我就自己自费 到明星的广告 明星说好 你就买回来用 对不对 每个人都这样吃吗 那么 用了有问题 就自己自己解决嘛 什么时候会去想 可能是这个产品不对 不对就换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一样的 当遇到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完全不去考虑 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就用嘛 对不对 刚才说的 我试的觉得很棒 我就try嘛 那么 吃的东西 我先生就跟我讲 你确定它可以吃吗 吃进去万一有问题怎么办 是直销的产品 你对它的底 有挖过它的底吗 你去了解了吗 你懂它背景是什么吗 你就吃 我就不敢吃 再加上 我不是一个 本身就会吃保健品的人 这个要强调 我从来不吃保健品 原因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朋友 知道这句话 就是我们 我们的 就是福州那边 有一句话 你是福州人 对不对 所以你在笑 听得懂吗 三餐吃得好 好过吃不要 这句话 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秉持着 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一直以来 我不吃保健品 任何都不吃 那更别说 其他品牌了 那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 转折点 我现在是什么都吃呢 就是因为 我去了解了 爱多美的公司背景 跟我们所有产品的背景之后 我一然绝然决定 回来我就开始吃 而且是疯狂地吃 可能你们一天 很低调地吃一包 吃两包 我是有空就吃 想到就吃 真的 当然我们不要夸大 是看每一个人的需求 去使用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 有益生菌 我从来没有吃过益生菌 我只知道亚扣 因为亚扣以前 小朋友都在吃吗 然后吃了为什么 吃了是什么作用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对乳酸菌 这个东西 是没有好感的 有牛奶的东西 我都不喜欢 所以有乳酸菌的东西 酸酸的 我也不喜欢 那后来呢 我才了解到 原来 人体是需要 这个就是 学习嘛 通过学习 我们开始慢慢了解 原来正常情况下 我们人都是活在 亚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 状态 都是需要补充 我现在是怎么样的 一个理解呢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一天要吃三餐 你吃了早餐 你是不是中午又饿了 身体会告诉你 大脑会告诉你 你需要补充你的午餐 那么到了晚上呢 你肚子又饿了 这个是人的正常的规律 大脑会告诉你 你肚子饿了 对不对 可是 你如果是一个 亚健康的状态 身体是不会 马上告诉你 你缺益生菌 你缺什么 免疫的东西 你缺什么 缺什么 对不对 那个 就要靠我们自己 每天 每天 每天去补充的 你一旦补充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站在这边 为什么会比五年前 状况更好 原因在哪里 那就是因为 我的身体机能 各方面的状态 都更好 就好像这一次打预防针 我是超过半百的人了 对吗 打预防针 很多人都说 没什么事啊 但他们讲说 有事的人 就是表示 你的免疫力比较强 你的免疫力 在跟那个病菌 在斗争的比较激烈 我就是那一个 所以 证明了一样东西 好的东西 是可以用时间证明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明白 爱多美的产品 它的特别在哪里 好不好 那韩国之旅呢 带给我非常多的 开心 愉快 当然 这个是一天两天 一句两句 说不完的 今天也不可能 全部都跟大家说 对吗 那跟伙伴们 可以一起 然后参加公司的 更棒 包吃 包住 而且吃得可开心了 住得可好了 这个我也不能跟你讲 你一定要去参加 你要怎么样参加呢 公司什么要求 你就达到就可以了 你做 你一定可以达到 爱多美公司 非常好 我们初期 那个时候 人比较少 所以更加的简单 现在当然 要挑战多一点 那就表示 公司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这也证明了什么 我们现在 所留下痕迹的 是不是 你所努力的东西 一定会看到成果的 那我们马来西亚 伙伴也是有自己的 重心 有自己的重心 那么现在也是 做得很不错 也是已经是 玫瑰大师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每一场呢 就是带他们去 马来西亚那边的 成功学院 研讨会 去那边 一起陪着他们 那我希望真的是 疫情过后 我们可以继续 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呢 是去台湾 我相信这边在座的 很多伙伴 都经历了 这边应该也可以看到 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那个那张照片呢 是我 第一张照片 那个全部穿白色的那个呢 是我第一次 参加 自动型销售大师 去台湾的 那个时候呢 全新加坡总共去了 十二位 包括 医生也在 我们总共去了十二位 我是其中之一 荣幸 那么可以参加 这样一个 培训 那么 台湾那边也是 非常好的一个招待 真的是 吃好的 喝好的 睡好的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这么 灰心的笑 因为你也在 其中感受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去参观那边的 很多的那个什么 纸巾的工厂 去做 他参加那个海苔的工厂 让你更加的了解 爱多美的产品的背景 是怎么样出来的 我听到一件故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 紫菜的故事 那老板是韩国人 他太太 是台湾人 那么 他的海苔呢 都是从 韩国 激州岛那边 非常干净的海域 引进的 到台湾 对吗 那么 当时 他说了 在 加入爱多美之前 他需要 五个到六个 跑业务的 只有 工厂 只能够有一个 做QC的 就是品质管理的 那么 加入爱多美之后呢 业务完全都不用了 那么 QC增加了三十个 为什么 因为要做 最好的品质 回馈给我们 爱多美的会员 再加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伙伴可能不知道 就是 我们的海苔 因为食物嘛 对吗 因为没有放防腐剂 所以它的有效期 都不会很长 可是 哪怕它有效期到了 你食用都是安全的 我可以坦白跟你说 不是叫你要去吃 那个过期的 可是 我可以告诉你 它还是安全食用 因为 我们 说的紫菜 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孩子 我农村 但是我是海边 所以呢 我们从小是吃 那个紫菜长大 从来没有说 一个紫菜 只收六个月 或者只收一年 就不可以吃了 那是干粮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 你看 我看到下面一个伙伴在笑 因为他感同身上 我说的 全部都是实话 没有紫菜是 收一年 收半年 就是说不可以吃的 那是因为我们 爱多美公司 对高品质的一种要求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理解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加入到爱多美 这样的大家庭 只能说把我们的生活品质 提得更高 但是也不要苛刻要求 那么 刚才没有说这个 尊王大师 后面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 中间那张照片 拉大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 Wendy经理 OK 是不是 因为当时我们是从 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们是从高雄 一起坐巴士 到台北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路上 CVC站的时候 我就有跟尊王 拍到照片 其实还有一张 是跟三个人一起的 然后另外一张 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 一起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开心 然后又被拍到 是吧 但是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有没有注意到 虽然拍得不是很好看 但没有关系 对吧 那这里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研讨会的 这样的一个点滴 也是非常 跟尊王 坐在一起 所以有机会 可以拍到照片 还有这个呢 也是当时来的时候 应该是缓家大师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他 我觉得他很棒 因为那次 刚好也是我有分享 然后坐在身边的时候 讲了很多东西 我虽然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他 非常用心 是 所以我就觉得 爱多美的大家庭 就是这么的温暖 刚才于昂 销售大师也说了 我们爱多美就是一个 有温度温暖的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那也因此这样子 就是我们中心呢 也是有做 那个就是研讨会的 这个义工活动 这伙伴们 都是伙伴们 就是鼎立的 这样的一个协助 所以非常开心 这个就是爱多美 然后也有中国的伙伴 上面那张 其实是中国的伙伴 来这里 就是了解爱多美 实际上 中国之旅 我好像都把它给漏掉了 但是中国的伙伴 我现在也拥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团队在那边 很棒的 很棒的一个伙伴 那么还有就是 忠心的成长 那从什么都不知道 从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惶恐不安 到底我拿忠心下来 能不能够做得到 因为我这个也是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可以说是 这以前从来没有 接触过的东西 那么到底是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从哪里开始 心里是很欢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当时我就想 没关系 我需要一个地方 给伙伴们活动 仅此而已 就这么想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就先开始吧 那开始了之后呢 慢慢慢慢呢 就开始进入了状况 那很重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很多 大师的照片 坦白说 忠心得到很多老师的协助 得到很多伙伴的支持 才能够走到今天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在这里呢 给大家鞠个宫 那也很开心 因为每一次 跟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每一场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忠心没有办法有研讨会 那其实这些画面 都让我感觉感触很深 我的感觉就是 什么时候 可以快点 快点 大家再开始 对不对啊 那么 大家从这里呢 也学到了很多 也从这里成长 那我相信 每一个 不管是伙伴也好 不管是讲师也好 都在这个忠心呢 成长 都得到一个成长 所以忠心其实是 一个很棒的一个桥梁 是伙伴跟公司之间的桥梁 但是很多其实 新的会员 新的伙伴可能不知道 忠心跟公司之间的区别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接到一些电话 会问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都没有关系 我们这些事情都能够解决 最重要的就是 把他们服务好就好了 对吧 那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5月6号 通过公司的大爱 刚才 鱼昂销售大师 有分享给狮子会的 一个 乐林人士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那天 5月6号呢 我们带着五个伙伴一起 汤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然得到公司大力的支持 我们公司 多美公司真的是大爱的公司 慈善不断 对吗 慈善不断 活动不断 所有的都是 扩散我们的大爱 是吧 那我们爱多美的伙伴们 也是很棒 每一个人一提到 要做慈善活动 都是非常踊跃的报名 我只能够 把他们给推掉 太多了 因为现在 疫情的关系 不能太多人去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下一次一定还有机会 我们还会继续的去办 那么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 包括今天 说了 我只是做一个传统的行业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直销 我从来更加别讲说 站在这个台上跟大家说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一次站在台上 脑袋是空了 双腿是抖的 有没有经历过 我相信 每一个老师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过来的 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 对吗 可是我今天 可以这么有自信的 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 这个成长 是爱多美给我的 这个自信 是爱多美给我的 大家听 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我觉得人的一生 过程比较重要 对吗 你享受当下 享受过程 你已经算成功了 你对自己的一种成长 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在你的人生的意义上 因为钱不是全部 对吗 成功的定义 不是有钱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吗 那么第一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张照片 我穿那个白色的那个 这个我是在 Bookies中心 在那边分享 第一次 我在那边分享 奖金制度 因为是第一次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功课 准备了很多的PPT 也是 也是第一次学会了 做PPT 以前压根不知道 什么叫PPT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我的PPT 也是自己做的 是的 谢谢 谢谢 当然 这个是 当你不懂的时候 你问 问谁呢 家里有很多军师嘛 年轻的一代 就是你的军师 最好的老师 因为这些科技的东西 我们要依赖他们 但是你自己要先 想要学 要学 你才能够学会 那么 这一场的那个 奖金制度呢 我自己没有当做一回事 可是后面 有伙伴跟我提 他第一次 听到爱多美的奖金制度 第一次得到启发 就是听到 我这一场的 奖金制度 所以我觉得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句 肯定的时候 是非常的开心的 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呢 你每做一件事情 它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道理 那第二张照片 大家应该看到 一张熟悉的脸 陈忠心 在那边讲 那个时候 应该没错的话 应该是 利林六件套 那 米瑟伊是最好的 摩尔 对吧 连他的脸都亮了 你们说呢 有谁会做不到 对吗 他都做到了 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中心掌最棒的 你说一中心掌当时呢 我们跟他要求 我就要你来做我们的模特 他还真的答应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是的 中心掌呢 是我在自己的中心 跟他分享 当然那样的分享 基本上是不断的 不断的 基本上在中心里面都有在 时常都有在做安排 那再一张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 是参加 公司安排的 中国的中心掌研讨会 主任研讨会 那是一个Zoom 就是 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这张照片 不是我自己拍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 我是 我刚才说了 我自己不是 记录生活的人 我每次都是过了之后 才 下来 可是这张照片 是中国的伙伴 拍了花在群里 让我看到了 所以我那天把他 非常开心 他们 我的分享之后 跟我讲 丁老师 他们叫我丁老师 丁老师 你的分享太棒了 你的分享让我们觉得 我们感觉到很接地气 可能我们是同频的 所以 我能够听得到 你的想法 跟你的做法 我们接下来 中心 也会跟着你 这样的做法去做 这个就是 我自己感觉到 听到他们 这样的一个肯定 非常开心 而且 他们跟我讲 丁老师 你的 你的榜样 就是 我感觉我可以 我可以用你的名字 去炫耀一番了 很开心 这也是我 为什么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件事 我感觉 很开心 所有的路程 得到伙伴的肯定 那个真的是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 应该这么说 那下面那一张呢 是参加 新加坡成功学院 当时应该没有错 也是讲 公司介绍 对 公司介绍 所以每一个就是 我今天给大家看这些 就是说 我从一个小白 从一个站上台 两脚会发抖 脑袋空空 没有搞 那 因为时间关系呢 这边我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 大家已经遇到了 爱多美这样好的 平台 不用投资 不用入会费 不用月从销 也不需要你囤货 刚才说了 还可以 传三代 这去哪里找啊 这打着灯笼 已经找不到了 很多公司都也是 挂着这样的一个 寒头 但是他们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不然为什么会有人 做了十七间 倒闭了 再回来做爱多美 这就是道理 很多做不到 不是说绝对 很多做不到 但我们已经选择了爱多美 那一定要好好地 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我是跟新的伙伴 说的一个 经营爱多美 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 很俗套 但是其实 很实用 当一个朋友 把这个事业 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来听听看嘛 不要一听到就讲 直销 我不要 你不要来找我 对不对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 你不要来找我 只要是直销 他就先排斥 所以呢 一定要先 好好地 听听看 那么 你要用用看 一支 一块五的牙刷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用呢 你不信的话 你回家 你把你的牙刷 放在纸巾上 搓搓两下 再把爱多美的牙刷 再搓两下 你就知道 你该用哪一个 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一个试验 你做 你用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 它有多好 有机会 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牙齿 因为牙膏跟牙刷 改变的状况 今天才能够在这里 这么有力地 跟高加讲 这个是发自类型的 那你就做做看啊 有让你投资吗 有让你亏本吗 你不会啊 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呢 还要想这么多干什么 做啊 就是just do 那 进行者的成功的态度是什么 首先你必须要坚定你的信念 你不要人家跟你讲 哎呀 直销不能做 你自己连分辨都没有分辨 连了解都没有了解 就退缩了 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就这么白白地留了 那来到爱多美呢 必须要有空杯的心态 刚才说了 虽然我 人家叫我老板娘 我到了这里 我也是一样 弯着腰 谦卑的服务 弯着腰 帮伙伴 摸脸 涂脸 对不对 我要帮他们做面膜 我的 我家里人 没有办法理解我 为什么你今天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相信吗 可是我是发自内心开心地做 我没有一种感觉 我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我没有感觉说 我在做一个什么事情 是让我自己 降低我自己 没有这样的想法 爱多美它是一个神圣的事业 你今天如果说 去帮一个老人洗脚 是在下水你自己吗 不是吗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重点是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么一定要保持这能量 这个就包括刚才说 要不然的话 老师都讲过 大家认为吗 是的 谢谢大家 那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句话 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学最好的别人 做最好的自己 好不好 大家一起念一念好不好 学最好的别人 做最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听到 下午好 大家看到我 真有好事对吧 我上来一定很多好事 想跟你分享 那首先呢 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明信片 刚刚在登记处 你们进来前 都有收到吧 我们一共派发了五张 就是每一位会员有五张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明信片的用途吗 不知道 那很好 那就是我今天上台的目的了 那首先呢 我们在上个月 四月份的时候 有举报我们的学习之旅 有参加的举手 很好 很多人都有参加 那在学习之旅的时候呢 我们的主讲师 也是有关于讲这个明信片 我们学习之旅的故事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明信片上呢 有很多的图画 图画上呢 有分别一些重点词 那这个明信片呢 会带大家讲 我们人生学习之旅的故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一一为大家带 好吗 那首先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叫 Create the Vision 有看到吗 那个就是我们的起头 我们开始 我们大家都要设定目标 掌握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是需要勇于冒险的 有冒险才有机会 有机会达到成功 那成功的钥匙呢 都紧握在大家的手里 然后之后呢 再复制 重复这趟旅程 那大家明白了吗 那可不可以之后 收到这个明信片 再跟你们自己的伙伴们 分享这个故事呢 好 很好 那你们看一下明信片的后面 白色的部分 那明信片的用途 大家都知道对吧 首先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 你们不能飞海外 对吗 可是你们还是可以用 很传统的方式 寄明信片给他们 例如你们有台湾的伙伴 马来西亚的伙伴 那你们就可以写下 你们的祝福与感恩话呢 然后贴上我们的stem 然后就寄给他们 那这个明信片呢 就新加坡伙伴有哦 所以如果你们想分享 给其他海外的伙伴 就可以用这个 就是寄给他们 好吗 那我们明信片下面 有两个QR Code 有看到吗 OK 首先的learning journey的QR Code 它就会 你stop 好的 那接下来 我不是说我一上台 就很多好事 跟大家分享 对吗 首先第一件 很好的消息 就是在我们的10号 10号 5月10号 5月10号是星期一 288 288 无论是送到中心 或者是送到家里 只要买 满288 你就会收到这个 马克杯 PPT这个 OK 然后这个是限量哦 限量款哦 就是因为我们六周年 我们才会做出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 多多鼓励伙伴们 去支持我们的六周年活动 对 288 无论是中心或家里的订单都可以 送完为止 限量的 限量产品 好吗 好 那这个是 星期一 就是这个 下一个星期一 10号 就会开始了 那这个马克杯呢 当然 就是我们这个明信片上的图案 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马克杯呢 跟我们 就是要在加会员的时候啊 就可以用这个 来当作一个开启话题的 一个方式 好吗 那这个是 第一个好消息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大家知道 这来临的星期天 什么日子吗 母亲节 母亲节答对了 那 我们在观看一个特别视频之前呢 想要跟大家说 我们的母亲节 火即将来临嘛 那我们公司呢 也准备了一个特别视频 庆祝母亲节 大家看一下 humbled 真的 not to be found in the end of the day angels 为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所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吗 那现在我就把麦克风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多美新加坡 2021年5月8号最新消息 爱多美新加坡的研讨会 下一个全球Zone的视频会议 在5月12号傍晚7点在Zone进行直播 现场嘉宾呢 是皇家大师苏坤彪 大家有没有报名 这个真的一定要听一下 我听过本人就是他的分享真的分享得非常好 那么第二个是爱多美Facial Time 5月17号 说错吗 不好意思 Fable Time 那下午1点在YouTube进行直播 5月份成功学院在5月29号早上10点 也是在YouTube进行直播 下一个线上一日研讨会 5月26号傍晚7点在YouTube进行直播 与爱多美新加坡联系社交媒体 那么第一个是爱多美官网 大家都有关注 还有那个手机的应用程序 下载APP 这个有点挑战 他们英文不行 就是买那个 购买那些门票 还有报名学习的 还有Ban Facebook 然后Instagram 然后CH 以及YouTube 谢谢鼓励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爱多美的会员协议 这个很重要 真的 很多人不太清楚 然后来到中心呢 也是很多无理 无来由的那种 他们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 爱多美是有很多会员守折的 所以我们爱多美公司才能这么成功 对不对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哈 关于那个虚假 夸大的广告 那么公司禁止会员通过提供有关公司的虚假或夸大信息来误导他人 会员不得利用有关公司产品 奖金制度 产品功效 价格等虚假信息误导大众 那么产品包装 禁止更美产品 就是爱多美产品不得在实体店面 线上商城进行销售 公司有权将违反守折的会员进行处分 未经授权使用爱多美 挥标 未经公司同意 在个人网站或者社交媒体上使用公司挥标和名称都是违反会员守折 广告出销 创建自己的广告 那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重要性 这个也很重要 面临着法律的那些惩罚的 会员 爱多美会员小心处理个别个人资料 并遵守个人的资料保护法令的条款 下列的资讯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记下 并密切注意 一 个人资料保护法令跟每个人的信息相关 无论国籍 请务必实时保护您以及他人的个人资料 请务收集不必要的个人资料 并将其储存在你的个人电子设备里 就是手机啊 iPad啊那些 达到收集个人资料 您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资料 并确保实时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条款 更多关于爱多美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信息 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浏览我们的官网 隐私以及 私权政策 预知更多的关于个人资料法令的话 详情上面有网站 请关注一下 大家如果做市场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 手上有一本目录 还有生涯规划书也是蛮重要的 这一次新的生涯规划书 大家都有买吗 你们有看到里面有一个 非常非常给我非常启发的 一个页面 他们就是成功的八部都在里面 每天阅读多少分钟 每天观看一个成功人士的视频 其实都有在里面 这一次的生涯规划 真的我建议大家 多多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伙伴 去写下来 生涯规划真的是一本很神奇的书 写下来就一定能成功 我写下来 接下来 这里有明天5月9号 是我们母亲节优惠的最后一天 那么大家还没有买的 赶快了 最后一天了 那么这边再提醒一下 新产品要上架了 这几样产品都心动 心动了 心动就要行动 这两样产品我告诉你们 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 买了绝对不会失望 我一直都在用 那之前韩国 我都没买了 我觉得自己好像又一条皱纹了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一起 到了尾山了 要抽幸运抽奖之前 我们来一个社讯 起立 那我们一起 以私信结束今天的学习 来 梦想信念 坚定信念 服务 谦卑服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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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